台南市博文区11月15日 晚上9点时发生羌旗案 六少九岸25名死案及相关人数 其中五岁的嫌犯 人家在16日 作修惊风台湖 并经过欢迎裁定鸡压进阵 在19日涉嫌开城的死性嫌犯 驻飞兵搭乘飞机倒转的投机 经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行事警察大队 和学家文区警察局全都带报图案 也有欢迎裁定鸡压 在今天11月21日 五岁的主险也出民导演 专案由台南市 行事警察大队和学家文区 继续极致行办 凭理清出案的情节中 从不了解本来 是因为光电工程下游包装 石钢进度 遭受阻害 所导致的冲突事件 学家警察文区 学家文区长刘千福标识 本月15日发生在本市北门区的枪击案 经本分局及刑警大队 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 随着吴信祖贤的儿子 已经取姓枪手盗案 并经法院裁定积押获准之后 吴信祖贤也自知南逃罚网 在今天向本局投案 那他的涉案情节目前还在积极侦办中 就初步了解 这起事件 是由于光电的下游包商 在施工进行中所引起的纠纷 进而引发的冲突所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